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您好 我是戴靖航 今天的五件新闻还将为你带来以上内容 今天是第十二届沙拉越周选举提名日 十二个以华人选民居多的周选区 成为朝野竞争基地的战场 罗伯新山发现一具器官 其残缺不全的尸体 目前警方还无法鉴定死者身份 印度安全部队互当平民为武装分子 开枪射杀造成十三位平民无辜赏命 沙拉越周选举正式拉开帷幕 为了二致新冠病毒传播 选委会公布了有关沙拉越周选举的标准作业程序 其中候选人获准举办实体的演讲和讲座 不过只限六十四个没有网络覆盖的选区 今天是沙拉越周选举提名日 选委会也敢在昨天通过官网发布周选举的防疫指南 由于沙拉越的地理位置广阔 还有一些地区没有网络覆盖 因此线上竞选活动难以在这些地区实行 选委会允许12月64个没有网络覆盖的选区候选人 进行实体竞选活动 不过主办方在举办有关选举活动前 必须向警方申请准证 选委会也建议候选人使用室内场地 避免人潮聚集 同时演讲和讲座场地同一时间 只能容纳场地容量50%的人数 选委会也规定 沙拉越周选举期间竞选活动 只可以在各自的周选区进行 不准横跨其他选区 除了得到负免的政党资深领袖 每个参选政党可以提成15个党资深领袖的名字 给选委会和沙拉越天灾管理委员会 而这些人将货准横跨各个选区 在同一时间和地点 每个参选政党最多可以有5个人横跨选区竞选 包括资深党领袖 助手 司机和保镖 不包括候选人和选举代理 而所有人都必须完整接种新冠疫苗 另外 所有进入竞选行动室的人 都必须完整接种疫苗 进入行动室之前 必须扫描MyStarter二维码 或在主办方准备的纪录部写下名字 电话号码 体温和时间 所有参与竞选和助选人 在竞选期间 每两天使用快速抗原检测设计盒 进行自我检测 费用自行承担 并且需要在MyStarter汇报 其他的防疫指南 都和马力甲周选举一样 例如候选人 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 使用被有扬声器的交通工具竞选 但是候选人事先必须获得警方的准证 至于沙拉越州选局投票日当天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选委会促进当天完成投票的选民 以及完成工作的候选人和政党代理 紧速离开投票中心 而选民也可以通过选委会的网站 查询建议的投票时间 避开投票人潮 选委会表示 当局已经给予每一位选民建议的投票时间 选民在通过MySPR应用程序 或选委会的网站检查个人投票资料时 也留意受建议的投票时间 建议的投票时间 共分为五个时段 早上七点半开始到傍晚五点 每个时段共有两个小时 抵达投票中心的选民 必须扫描MyStarter二维码 或填写纪录簿 使用现场准备的消毒液 保持人生距离 体温超过37点五摄氏度 出现咳嗽、喉咙痛 或呼吸困难的选民 必须立即被安置在特别帐篷 以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和行动 另外 确诊新冠肺炎的选民 不能够离开接受治疗的场所 如医院、隔离中心、住家等 这符合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条例 避免确诊者传染病毒给公众 MyStarter处于黄色和橙色状态的选民 可以向县卫生局的官员提出申请 短暂出外投票 但是这些选民必须自行准备交通 请往投票中心禁止使用公共交通 今天是第十二届沙拉越州选举的提名制 十二个以华人选民居多的州议席 成了朝野兵家必争之地 可见战况相当激烈 目前 已经确定古近弗洛安州议席将迎来四角战 究竟会不会有更多的议席迎来多角战呢 我们现在就连线JFM电台主播陈金华 带我们了解其中一个以华人选民为主的 这门选区 十角州议席 金华请说 谢谢主播 目前我是在法当万事一会办公大楼 N14十角选区提名中心 那N14十角州议席将会迎来一场四角战 选举官在上午11点宣布了 提名这个选区的候选人名单 角逐N14十角选区的候选人是 沙拉越人民志愿党的房宝德 沙拉越政党联盟兼人联党主席 DATO3沈桂贤 还有肯尼亚兰全民党的蔡国军 以及明星党的余力文 沙拉越政党联盟兼人联党主席 DATO3沈桂贤也是原任州议员 他在上届选举中得票6414张选票而胜出 那么这届民主行动党就派出了 现任古境区国会议员余力文 挑战十角原任州议员沈桂贤 这是余力文首次参加沙拉越州选举 他第一次参选是2018年的国会大选 当时他是竞选古境国会议席而胜出 除了希望联盟和沙拉越政党联盟候选人 在N14石角州议席参与竞选的 还有辅助区前州议员樊宝德 他是在明治党Espiracy总裁徐丽娜利奥之下 从美里飞向过河的到石角州选区竞选 另外还有肯亚兰全民党PPK的蔡国军也加入战局 这一届大选是沙拉越政党联盟组成后 第一次参加选举 他是以虚鸟标志参选 沙门的前身是沙中国阵 所以他之前都是使用国阵标志签称参加选举的 而这一次希望联盟则放弃了使用希望联盟标志 各成党成员党用回自己的党标志竞选 所以这一届民主行动党是使用火箭标志来参加选举 由于这是沙拉越州第一次在新冠疫情下进行的选举 那日前选举委员会也发出了文告 指出沙拉越第十二届选举下 提名日是禁止集会游行 也只有候选人提议人和副议人 但还有一些的媒体工作者呢 才能够进入这个提名中心的 所以今天的提名日 就没有像过去几届竞选提名日那样 浩浩荡荡摇旗呐喊的造势活动 我是金华 在N14十九州一席提名中心报道 这也是我目前所掌握的消息 主播 谢谢金华 换个焦点 我国昨天的新增确诊病例少过四千例 报四千两百九十八例 死亡病例通报四十例 其中有十例为松云琴死亡 卫生总监丹斯利诺医上 在社交媒体贴文指出 截至昨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累计确诊达二百六十五万八千七百七十二例 根据卫生部Coffee Now发布的数据 昨天通报四十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累计三万零六百一十四例 数据显示 如佛新增最多占八例 接着四批例新增六例 接打五例 水兰额 登加楼和沙巴各增四例 沙拉越三例 彭亨两例 吉兰丹 马六甲 森美兰和槟城各增一例 死亡病例通报十例松云前死亡 使得累计松云前死亡达六千一百九十四例 昨天我国的活跃病例减少六百七十一例 目前还有六万一千九百九十四例活跃病例 其中百分之八十二点七 或五万一千两百六十人居家隔离 百分之九点五或五千八百九十主人 入住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 四千三百六十主人住院 四百七十一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其中二百六十四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另外 登加楼的病房使用率为全国最高 达百分之八十五点一 江湖病房的使用率更是高达百分之八十八点一 是目前国内普通病床和江湖病床使用率都超过八成的周数 社交媒体传出都督交通局的官员接受贿赌出售驾照 让无法通过驾驶学院考试的学生顺利获得驾照 交通部长德德斯里卫嘉祥表示 都督交通局严正看待黑市驾照 而相关的案件已经交由反贪委会调查 魏嘉祥昨天在个人脸书贴文指出 他非常关注在社交媒体疯传有关售卖黑市驾照的课题 他说 如果网民的指控属实 交通部绝不会姑息犯错的官员 同时 确保涉及的单位受到法律制裁 他补充 反贪委会正在针对这项课题进行调查 魏嘉祥强调 通过收取贿赌的非法管道售卖驾照 给无法通过驾驶学院考试的考生 是一项非常严重且不可忽视的罪行 由驾驶学院制定的驾照考试 是一项必须遵守的重要程序 考生不只要学习道路规则 也必须非常清楚道路安全 才可以获得有效的驾照 另外 都督交通局也在本月4号 针对这项课题发文后 表示案件已经交由反贪委会调查 卢佛兴山一名年仅5岁的男童 日前遭到生母和养妇虐打致死 这对男女的恶行最终被医院揭发 之后遭到警方逮捕 目前 这对嫌犯会的法庭批准 延扣7天协助调查 这起虐童案是在本月3号被揭发 当时 男童的生母将伤痕累累的孩子 送到新山中央医院 不过 男童却在送院途中宣告不治 事件揭发后 警方分别在医院和男童养父的住家 逮捕男童的生母和养父 一部人员在检验男童身上的伤痕时 发现胸腹 后背 以及嘴巴都有受伤 相信男童是遭到虐待致死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条文调查死案 另外 针对昨天在新山甘崩第3号墓尔和岸堂 被民众发现的孩童腐尸 如福州总经账得到艾尔康表示 由于遗体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腐烂且器官残缺不起 因此必须等待验尸报告才能够鉴定死因 警方现阶段无法鉴定孩童的身份 种族和性别 不过 根据初步调查 案件没有涉及任何刑事成分 一名男子昨天在槟城皇后街的一家酒店 和新东庙前发狂 警方接获投报后 派员前往现场了解情况 补料 男子向警员出口辱骂和洞出 调查后发现原来男子是一名警长 不过在不久前因为纪律问题遭到停止 槟城东北县警区主任 Sofia表示 现年35岁的嫌犯是来自PD普通行动部队的警长 早前因为几率问题遭到停止 目前 警方已经将嫌犯扣留在大陆后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并且扣押三天到本月6号 槟城警察总部是在昨天凌晨一点半 几乎民众投报 指一名男子在皇后街发狂 随后 东北县警区派出警员到场了解情况 发现一名男子相信是在酒精的影响下大吵大闹 警员试图让他冷静下来 却遭到嫌犯出口辱骂 随后 警方试图将他制止 并且带往警局 没想到嫌犯却表现机动攻击警员 两名警员分别在手部和脚部受伤 而嫌犯则是在逮捕中伤及手肘 目前 警方正援引刑事法典第353条文 使用武力阻止公务员执行任务调查此案 马来亚府有两名球员确诊新冠肺炎 大马国族昨天前往新加坡 准备参与2020东南亚足球锦标赛 而两名确诊的球员 必须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规定隔离10天 大马国族队马来亚府 原定在今天的2020东南亚足球锦标赛 小组赛对战柬埔寨 大马足球总会总艺书毛马塞夫定表示 国族队是在星期五抵达张乙机场 入境新加坡的时候进行官病筛检 其中两名球员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而其他球员则是没有被感染 确诊的两名球员分别是凯若阿斯汉卡利 以及凡萨哈利 两名球员在隔离的10天内 必须每天进行官病筛检 如果检测结果转为阴性 那么他们就可以结束隔离 回到赛场出征 大马国族队教练陈清和表示 我国和柬埔寨的小组赛 如常在今天傍晚5点半进行 马来亚府随后将在12月9号对类辽国 以及12月12号迎战越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